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实你从事这个服务业多久了 五年了 在这个公司 以前就是做服务业的吗 没有 第一次 所以你们戴安芬的所有的员工都像你这样服务那么好的吗 一般都是这样的 一般都是这样的 所以你服务的中指到底是什么呢 因为我们听众听完那个故事都很感动 因为呢 因为你不是新加坡人 所以其实你本来是要赶着回家去过年的 可是因为它的关系你延迟回家 为什么你愿意这样做呢 没有啦 因为有时候也是觉得 好像我可以服务到多少 我们就服务到多少 最重要是顾客满意 买的是心甘情愿的 而且会再回来 然后我们是尽我们一切所能治 因为要过年每个都要新的 我们也是要给他们过一个快乐的年 反正我们服务业要过年 所以你要主持回家是很难的 然后可以帮到我 就是说Hard sale 然后一直推你买 你所不需要的东西也叫你买 这样子 我有这样的态度是公司给我很大的 推议跟支持和教导 而且也是我的父母从小就是培育我这样子 比如说你爸爸妈妈 他们是做生意的吗 为什么你会 爸爸以前有做过生意 妈妈是做家庭主妇 那谁对你的服务概念影响最大 你觉得 因为我父母都很少去shopping 坦白讲 就是说 他灌输我们的规定是说 要对人带人深心 然后要热心 这样子 所以其实这是一个做人的态度 把做人的态度应用到工作上 对不对 对 你在同事服务也没有霸过脾气吗 遇到难搞的朋友 有 有的肯定有的 因为有些真的是很难搞 或者是他跟你 他也会有些是心情不好 他会进来 然后他就会捉住我们来骂 可是他会买 可是他就是要发洁 所以久而久之 你在这行服务也久了呢 你就会感觉说 哎呀我们不要跟他们计较 他只是来发洁心情 总之我觉得我没有错 就对了 公司知道我没有做错 对 所以公司对你的信任也是一个很关键的 对 就是彼此我们对公司也要很支持 很信赖公司 比如什么样的信赖法呢 就是说我们要相信公司都是永远 也是会给我们支持 而且我们有遇到什么挫折 或者困难 他们都会给我们资源 真的你要对待你的顾客 像对待你自己这样 你要聆听他们要的是什么 然后你就介绍最贴切的东西给他们 当中你可以可能可以介绍其他的 可能有些产品他不知道你们公司有 所以你可以带给他 可以让他知道 哦原来我们公司有这种服务啊 或者我们有办公司做fitting 就是找出你正确的 尺码啊这些 所以是很贴身的 因为我们跟你一起去fitting loo 因为有些行业他们不会衣服外 这样就是拉你去拿了去试就穿了 这样你买布买是你的事 所以因为肚子有时候他不清楚 好像bra跟衣服不一样 衣服你大小 大一点也可以穿 小一点也可以穿 可是内衣是很贴身的 你要穿到很贴身很正确的尺码 你就会觉得一整天很舒服 没有压到的感觉或者是什么 然后你走进来的时候 Pay Tiu对着我笑了 我还以为是因为我长得帅的关系 原来不是 是他看到客人都是这个样子的 对不对 我们这个听众呢 经过听众的推选 让我们认识了这位呢 其实已经得过很多奖项的 Betty是来自我们的Ion的 Basement 2 Tree Basement 3 对不起 Real 3 Triumph 是不是念Triumph 戴安分的这个 我们有这个奖状给你咧 你看到没有 SQ之星 这是我们电台 感谢你对服务的热忱 这是我 这是我另外一个搭档 这是那个黄明德 每天恐变人的 是他吗 对不对 有听过我听过你的节目 你好你好 这是我们的Ion 使得这么拿一个烂的Basement 来 留给你做纪念好不好 谢谢你 虽然这个比不上新加坡的服务奖 可是是我们听众投选的 然后我们觉得说 应该来跟你学习一下 好谢谢 我很高兴 可以有听众推荐我咯 因为我真的很高兴 很驱惊 没有想过 所以你会把这个奖章放在哪里咧 奖章啊 就箱线放在我家里 我要请你家参观咯 我要看人家住房间咯 很小的房间咯 那那我家吧 今天辅定是需要选择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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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宝贝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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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哪哪哪 我哪哪 我哪哪哪 我哪哪哪